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又是我Paul 那很多潜水的朋友呢 刚开始在选择装备的时候 第一个考虑的呢 就是选择脚谱 脚谱呢在水里面呢 就是帮助我们前行 让我们在水里面呢 更轻松速度更快 那市面上呢 有很多种脚谱 你看我手上呢 拿的这几种 这是另外一种 OK 那怎样选择适合自己的脚谱呢 很多朋友会觉得 哎呀只是个脚谱嘛 穿上去合适就好了 其实不然它可以影响呢 你在水里面的舒适度 先拿这三个脚谱来说吧 那这三个脚谱呢 它们形状不一样 但是它们的踢法 都是一样的 它就是自由踢的脚谱 自由踢的脚谱呢 什么叫自由踢呢 就是在水里你穿上脚谱以后呢 你的踢腿方式呢 是这个样子 这叫自由踢的脚谱 那有些脚谱呢 中间会有分叉 那这个分叉呢 在你打水的时候呢 水呢会在这个分叉里流过 那这种脚谱呢 你踢水的时候呢 就会很轻松 你水的阻力呢 没有那么大 那这种脚谱呢 这种脚谱呢 可能会适合女孩子多一点 它踢起来比较轻松 而且它很多颜色的选择 还有粉红色的 还有橘色的 那这种脚谱呢 可能就比较适合男生 它水的阻力呢 稍微大一点 所以速度呢 稍微快一点 适合腿呢 稍微有点力气的男生呢 踢起来比较方便 那唯独呢 不一样的呢 是这个脚谱 这个脚谱呢 我们管它叫JFAN 这种JFAN呢 它的踢腿方式呢 不太一样 我们要用挖踢的方式 挖踢的方式呢 就是这个样子 在踢水 而不是上下踢水 那我们在潜水的时候呢 有人说 我潜水我要选择这款 我要选择这一款 我速度可以快一点 那想象一下 我们在潜水的时候 我们不是在水里比赛 我们不需要快 对不对 我们需要慢慢悠悠的 那我所喜欢的脚谱呢 是这种脚谱 它的速度呢 并不是很快 但是呢 它可以踢出很多 我想要的姿势跟动作 而且呢 这个很多的时候呢 都是在学技前的人呢 会用到这个脚谱 技前呢 就是技术潜水 那休闲潜水呢 很多人选择这种 但是我们 我是觉得这个 在休闲潜水呢 你同样可以选择这样的脚谱 那它的好处呢 就是 它比较短 它比较短 比较短呢 你就不容易踢到你的body 踢到旁边的人 也不会伤害到水里面的这些生物 珊瑚 它呢 它比较硬 它在你对着水流的时候 它的力度呢 可以让你冲破水流 可以继续往前走 那这种呢 它就比较软 在由你迎流而游的时候呢 它就显得像保纸一张 它的力度就发挥不出来了 那很多的地方呢 将来你可能会学到 船潜或者是湖潜或者是洞潜 那在洞潜呢 很多的洞潜里面呢 它外面的标识牌里会规定 不准你穿自由踢的脚谱 是为什么 因为自由踢的时候你在洞里 你一打水的话 你会把水里面的尘埃全都打上来 那整个你的世界全都没有了 很多的湖里面的淤泥呢 也是这样 那沉船里面呢 也是上百年的累积的这些尘埃呢 都在船底下 你只要一这样踢的话 那其他人都照不了下 都看不了东西 所以洞潜的时候 船潜的时候 他们要求这样 那挖踢呢 就是这样打水的时候呢 你不会激起水底的尘埃 那它我喜欢它呢 还有一个好处呢 就是说 JFAN的踢腿方式呢 可以让你刹车 可以让你倒车 可以让你原地往后退 这个功能呢 是自由踢的脚步所做不出来的 就是当你碰到前面的墙壁 或者碰到你的body的时候 然后你用倒踢的方式呢 就是旁边这个地方 打水 在你快撞到的时候 你打两下 你会原地往后走 这个功能非常好 而且呢 你可以在原地做直升飞机的动作 用脚譜打水呢 你在原地可以360度的转圈 那这个脚譜呢 当你碰到墙壁的时候 它没办法让你停下来 你只能是推一下墙 如果在潜水的时候 你的body正在你的前边 你推它一下 它也会紧张 所以现在呢 我是很喜欢这种脚譜 女孩子呢 我建议腿力没有很大的话 可以选择这种脚 我建议腿力没有很大的话 可以选择这种脚 我建议腰的